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8日 星期一 在開始之前 我這個同事就已經馬上提醒我 應該要第一時間跟大家講述信譽的情況 今天就叫做破了紅底 大家拿著貨的投資者是否很害怕 是否覺得之前入了貨之後 好像心很不頂 其實如果出現這個狀況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先沽了它 當然這個說法就是 可能大家拿著貨 覺得心情好 所以我覺得沽了它會好些 但我自己就不會沽 我自己就為什麼不沽呢 如果以我自己之前的研究 就是自己研究 我覺得這一次的下跌 有點而是有些驚弓資料 還有就是因為之前的時間 這一堆的板塊升得很多 所以當市場 甚至乎當行業本身 有一些壞消息的時間 有些人叫做沽貨 不足奇的 但要留意的就是 信譽和優太 那個速貨量方面 其實兩者本身有分別的 信譽按貴一環比的跌幅 只有3% 你看看優太 其實優太的環比跌幅是大 而且你說技術上 信譽是比優太高 所以你說是不是需要這麼擔心呢 我其實今天就不擔心 是有些覺得是 怎麼說 是不夠錢再加著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 真的沒有那麼多彈藥 所以才不加的 但是沒有啊 你沒試看見它的跌幅又跌少了 還有大家 如果大家有課的話 又做了功課 怎樣做呢 你試試搜尋一下信譽本身 有沒有牛紅症的因素 我今天有檢查過的 所以你看到它有穿了某些位置的時間 其實那個股價是大 因為信譽本身呢 它那個叫做 那個交頭 或者買賣的股份量 不算很多 所以一旦有一些成交 或者說一些股盤是大的時候 它一扔貨那一刻 是可以扔到很低 所以你說我今天是不是很擔心 我又不是 當然啦 也要說一句 是不是一定對呢 是不是一定說 它已經是不會再跌呢 可能我也錯的 這個是真的 但是如果大家本身 你說是 真的買完之後 可能是覺得害怕的 真的覺得 好像 心很不安樂的話 我會建議先沽下去 起碼自己的心不要這樣 因為 我經常覺得是 買股票呢 那兩件事 第一 不要影響自己的心情 就是當自己 如果你買完之後 很擔驚受派的話 就等於意味著 就是說 可能你本身 可能買了那隻股份 可能你是不適合的 或者呢 可能買的量是比較多了 那這個自己要調節 那第二 就是說呢 對那隻股份 甚至乎對那個公司的基本面 有沒有信心 你好像騰訊 就是用騰訊的例子 我其實沒有動搖過的 因為我對他的研究 你可以說 真的很清楚 我每一天 有兩件事 現在整天自己做的 是什麼呢 就是說 每一天 回到家 你可以說第一件事 就是吃飯 吃完東西之後 就會上網 搜尋一下 那些結果 也差不多 等於公司沒有什麼特別的 壞消息 那就沒什麼 那你就是信譽 我承認就是說 他的技術上 是要時間去理解的 就是要學的 所以有沒有些事情 看透了呢 這個真的不足為奇 但是至少到現在這一刻為止 我自己對於他的信心 還是有的 所以大家如果本身有課 是擔心的話 不妨考慮一下 或者是先止了 但是如果你說 可能都是 不要緊 都可以再擺久一點的時間 再拿去先 我自己真的不擔心 甚至乎 今天 之後的時間 跟一個叫 行內的老行專 聊天 就是在WhatsApp 他也沒有 他也買了貨 那我跟他說 我也沒有怕過 那他也說 相信自己 做分析員 其實有時候 是要很相信自己的那套 就不可以 人玩逆運的 那 希望這件事 我自己做到 還有就是說 希望不要錯 因為有很多可能有錯 這個不知道 對了 講完這一批股份之後 那些市況 其實沒有的 都是那句 在二萬九這些位置 叫做拉腳的 有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暫時見不到 還有因為稅改 你可以說 每天的消息都很不同 都是刺激著美國的行程 但是稅改本身對於港股的影響 其實是不顯著的 你可以說個別的股份 是受到一些影響的 例如 好像騰訊 受到當地的科技股影響 就會有些變動 但是整體上來 都是看著A股的行程 還有就是 筆水的動向 但是這些 大家都知道 也是很難觸摸的 那 兼且在金融成交量方面 其實港股成交量 縮了 也反映 大家似乎 可能對於後市 都可能 新調 就快放假 都不可能入市 我的心態也是 我的心態就是 現在 基本上 都是不理會的 而且 都是想過 下年 才會處 可能 自己的綠號裡面 可能有些調整 將一些比較差 甚至是一些以往的時間 可能買來放 那類 譬如說 譯音 雷射這些 其實我還沒有沽 但這些可能我會 考慮一下 減少了 用來怎麼轉 可能買回其他板塊股份 甚至可能再加訊 也不足為 但是 每一年我覺得 我會做這件事 還有 我答應過大家 我記得的 就是說 有十隻推介股份 現在還差一點 我覺得應該可能 可能是下星期左右 即過了我聖誕假 就會跟大家分享 我一些十隻 叫做夏天推介股份的 一些看法 今年有那十隻 明天 每周的環節 都會跟大家做一些 的回顧 希望時間做完 做了幾隻的回顧 但是 如果問我自己 今年 可能有什麼得著呢 就是不知道 大家可能每一年 可能不知道 就是買完股票之後 會不會跟自己 可能想一下 就是說 那一年裡面 你有沒有什麼得著 我自己每一年都會這樣想 你說 回報方面 其實我今年跑出行指的 但是得著就是 對自己 可能研究股份的信心 其實是加強了的 特別是可能 你說 以前都會 可能都會 研究股份 但我覺得 我今年的研究 那個生物程度 比以往那幾年 是多了的 可能會不會讓自己 選股方面 更加有信心 那希望 下一年也是 希望下一年 選股份 都會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其實也不要說 奢望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排行大事已經可以了 騰訊今年的表現 是遠超我的想像 所以 其實這些價位收 我都覺得 真的很心滿意足 不過是其他股份 有些比較差 對 時間差不多 而且 因為今天的市場 真的沒什麼要說 你問我自己 都是來來去 都是在29,000這些位置 拉腳 所以 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自己的看法 還有 其實沒有 最後那句 如果大家自己覺得 那隻股份 在前景方面 是信得過的話 先拿著它 不怕的 就好像信譽為例 因為為什麼我會這樣想 信譽 我拿著它 可能現在是在輸錢 甚至乎之後 真的做到你的數據很差 它會再跌下去 但這個我經過自己研究 那輸都真的沒有辦法 你只可以說自己的功力不足 那要再做一些檢討 但現在來計算 我自己也還有信心 所以 當然大家 不一定要信我 如果真的覺得 喂不是 真的輸了很多 做個砍的動作也對 但我自己會覺得 先拿著它 對啦 今天講到這裡 那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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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